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质上来说都是来经受磨练的 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修行之旅 这种广泛意义上的修行,指的不只是那些在深山寺庙潜心研修的人 同时也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为了生计而到处奔波的人 也包括那些深陷红尘而无法自拔的人 一个人只要是能够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上 快乐也好,痛苦也罢 亦或得意或者失意,钻研经书还是留恋红尘 其实无论做什么都是一种修行 只是我们每个人修行的方式和方法不同罢了 既然人生是一场修行 那么我们就必然会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淬炼 这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也无法回避的 人生的那些苦难和磨练 就是我们修行之路上必然要去跨越的关卡和完成的课程 关于人生的那些七苦八难和五节六侃 朋友们有了解吗? 今天咱们就来探讨一下吧 八苦七难分别指的是 生苦、劳苦、病苦、死苦、愿增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放不下苦这八苦 以及火难、水难、罗刹难、刀杖难、鬼难、枷锁难、愿贼难这七难 除此之外 还有佛家所说的五节和六侃 八苦一 生苦,我们都是伴着哭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而我们去不断适应这个世界的过程也是痛苦的 二 老苦,时光如梭,岁月无情 我们终将都会老去的 人之老矣,头发花白,嚼食困难,行走艰难,苦也 三 病苦,疾病会造成身体与心理的痛苦 这是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四 死苦,人对死亡是恐惧的 而我终究都是向死而生 任何人也都逃脱不了这一次或早或迟的生命终结的苦痛 五 愿增会苦,愿恨,增恶,却又无法避免 因烦恼而苦,也是苦不堪言 六 爱别离苦,与爱人离别,与亲人离别,都是痛苦的 七 求不得苦,想要的得不到 心中也总免不了苦闷和落寞 八 放不下苦,对过往之事,久久不能忘怀 却又无法阻止它的消失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呢 七难 一 火难,火有烧身绝命之忧 二 水难,水有沉浮不可控之忧 三 罗刹难,罗刹,恶鬼也,暴虐之忧 四 刀杖难,人若持之,亦有性命之忧 五 鬼难,恶鬼并不可怕,最怕心中有鬼 六 枷锁难,若被枷锁控制,积无命也 七 怨贼难,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八苦七难,这些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去好好的喝一壶了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人类还有五节六侃 五虎哀哉 五节 一 生节,虽欲不生,然不可得也 二 老节,沉沦于世,惶惶而终老也 三 病节,药不能治,养不可行,病节也 四 死节,大限将至,然不想死也 五 苦节,流连四节,不能自拔,苦节也 六侃 一 十岁的梦,初安逝世,皆不成熟,想法太过浪漫,太不现实,太过虚幻 二 二 二十岁的理想,走向成熟,亦有目标,理想太过丰满,现实常常骨感 三 三十岁的责任,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无可逃避,无处躲藏 四 四十岁的事业,完全成熟,更加稳重,踏踏实实做事 五 五十岁的经验,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为后人之经验也 六 六十岁的往昔,日渐衰老,不可抗拒,有的只有对往昔的回忆,或者是一生叹息 六十岁的回忆,人生的一切苦难和坎坷,其实都是帮着我们来提升自我的精神维度和思想境界的 既然那些苦难和折磨,注定无法真正的逃避和解脱 我们就不妨为自己的大脑和心灵注入无穷的智慧和勇气 既然天到如此,我们又何必去抱怨去称恨呢? 一个真正的强者,总是敢于面对关于人生和命运的一切真相,也懂得不断地提升自己,而不是在苦难中沉沦,在失望中堕落 一切的苦难和考验,只要我们最终能够挺住不被打倒 就一定可以收获到一个更加善良,更加温暖,既坚韧无比,而又充满智慧的心灵 如此,我们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 要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炎中,千磨万机还坚净,任耳东西南北风 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最难得的是那一份田径 所以,我们经常怀念之前那种工业化、信息化不那么发达的日子 那时候的生活节奏比较慢,一个人更容易静下来 像现在这样,高度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 人就像是一个个的小陀螺,拼命地转动着,几乎没有一刻停歇 根本静不下来 静下来,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本真 我们经常听说,有的人忙得忘了自己的存在 确实是这样的,当我们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真的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甚至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忙了 只有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也才能感知到周围的一切事物 否则,即使我们身边的花儿再美 小鸟的叫声再欢快,我们也体会不到 静下来,才能收获生活中的那份从容 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各种未知的事情 有担忧,有失望,也有恐惧 而这些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只有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才能够从容地去面对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一切惊喜和意外 而每临时有静气,就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 一个人难得永远不是动起来 而是学会静下来 静下来,才会获得智慧和升华 我们的每一步成长,其实都不是在喧嚣中获得的 只有一个人能真正静下来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 才会获得关于人生的智慧 静,会让我们窥探到自己的灵魂深处 去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 静,也更能够让我们对外界的感知变得敏感 从而更好地接受到外在的信息 静而生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我们真正地静下来以后,才会发现自己能量的强大 其实,心静是一种力量 而那些躁动,忙乱恰恰是消极的,破坏的力量 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 反而会增加很多麻烦,消耗很多能量 静是一切美好的源泉 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心是那么地平和 周围的一切看上去也是那么地甜静和淡然 以一颗静的心去感受生活,才能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好 微风轻轻拂面,树叶沙沙作响,鸟鱼快歌唱 这一切一切的美好,其实都需要我们拥有一颗安静的心,才能体会得到 我们忙碌了太久,一直忙着赶路 可能太久,没有体会到什么是安静了 而此刻不妨试着让自己静一静 没有关系,世界不会因为此刻的安静而停止转动 一切事情也不会因为这一刻的安静而变糟 静,能让我们和圣人先贤更好地达成心灵的沟通 静下心来,铺开一本书,用心去感受那一个个鲜活的,带有灵魂的文字 我们会发现一个个美妙而又广阔的世界 即使我们身处寒舍,依然可以跨越时空去感受到那如金子般的智慧 亦或双手合时,跪拜于佛祖面前,闭上双眼 心情如平静的湖面,没有半点波澜 而那些关于人生,关于生命的思索 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心中 然后就会有豁然开朗,通透明白的感觉 于鱼歌唱晚之时静下来,于喧嚣繁华之处静下来 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让那颗躁动已久的心慢慢地学会静下来 静下来,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的一生,总是要遵循着天道和世间规律而前进 也要懂得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而那些智者先贤,经过生活的洗礼和深刻的思考 所得出来戒律和人生之大忌 是我们现在的人们也不得不去好好地重视和遵守的 谁自以为是,自高自大 甚至对于人生的智慧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谁就一定会受到生活和现实的惩罚 甚至会为自己的傲慢和无知而付出极大的代价 关于人生的忌讳,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涉及到各个方面 今天咱们就不说那些小的和细节方面的 单就大的方面来说,也可以总结出如下几条 一,人生罪际贪欲过大 生而为人,吃喝拉撒,结婚生子,人情往来 一个都少不了,有欲望,有追求,是人之常情 但是我们往往错就错在总是想要的太多 得拢望数,这山望着那山高 即使已经得到了很多,却还总是不懂得满足 太多太的欲望一定会让我们在这个花花世界之中迷失了自我 不幸你看那些因为贪污而深陷淋雨的官员 再看看那些因为美色的诱惑而被拉下马的各种风云人物 其实他们都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而深陷物质或者情欲的诱惑之中而无法自拔 正如先者老子所说的那样 少则得,多则祸 一个人如果想要的太多 到最后或许什么都得不到 反而会让自己变得贪婪无比 也会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上彻底迷失了自我 二 人生最即焦躁 焦和躁 看上去似乎应该是两个方面 其实一个人一旦骄傲自大 同时也一定会变得浮躁 甚至是狂躁 任何时候 我们都应该提醒自己 永远保持沉稳和低调 无论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或者是达到了什么样的地位 保持心理的宁静和平和 永远是没有错的 相反一个人一旦控制不了自己内心的波澜 肆意妄为 不知天高地厚 到最后一定会让自己得到最严重的反噬 三 人生最即抱怨和愤怒 人应该知天安命 要明白一切的发生都自有它的原因 欲是不抱怨 不愤怒 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 人生之路 有平坦就自然会有坎坷 有顺利就会有不顺 正如这个世界上 有好就有坏 有白天就会有黑夜一样 这都是天道使然 我们要以一个平常之心 去面对生活中所有的发生和结果 不自怨自艾 也不愤愤不平 如此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平平淡淡 而又充满小确幸的美好人生 四 人生最即好高物远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平凡而普通 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我们都应该求真务实 切不可以眼高手低 把目标定得不切合实际 踏踏实实做事 哪怕我们就是一棵小草 也要去努力展现自己的生机 而不是每天都仰望着那些大树 甚至希望自己也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人要活得现实 活得真实 最怕的就是对自己的能力和边界 浑然不知而去 盲目地追求那些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牢记人生中的这些忌讳 我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开生命中的那些暗礁和弯路 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从容而美好 我们都是有慧根的人 也都是懂得感悟和思考的人 所以只要我们心中有信念有原则 而且能够坚持初心 学会成长 就都可以最终收获到一个美好的自我和人生 人生最美好的状态和最高级的境界就是开悟 而开悟说难也难 说意也意 关键是能够找对方法 找准方向 所谓的开悟 就是最极致的通透和智慧 是真正的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 而又能够超脱自在 从而面对万事万物都不再有迷茫和困惑 人生开悟的必经之路是学会独处 静思 冥想和觉醒 独处是一种最清净最深刻的自我相处的方式 也是最能够触及到一个人灵魂的高级状态 当我们能够真正地学会独处的时候 才能够在这个纷纷扰扰 熙熙攘攘的社会中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 独处的时光其实并不难挨 相反 如果我们一旦习惯了独处 就会慢慢地喜欢上并且享受这个状态 独处的人不一定是孤独的 也并不是无所事事的 拿起一本书便可以连通整个世界 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穿越时空和所有的人 包括古代的智者先贤们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这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 静思就是安静的思考 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安静下来的时候 才是最能够激发出来智慧和灵感的时候 静是一种人生最入定的状态 也是思想最自由最活跃的时刻 静则生会 一人如果能做真正地让自己心沉静下来 心静如水 就可以没有担忧和恐惧 也就能够连通所有的智慧 从而获得心灵上的释放和智慧上的升华 让自己真正地静下来 这是通向开悟和美好的最关键的一环 冥想 是一种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一个点的状态 学会冥想才能够真正地去内观自我 去把精力聚焦到一个点上 心无旁骛 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打扰 就那么一直地处于思想和情绪的聚集状态 时间长了 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地进入到一种深度的思考的状态 冥想 既是一个自我修炼修行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心灵放松和思想磨炼的过程 任何一个人的精进乃至开悟都离不开一次次的觉醒 觉醒是一个人真正要发生蜕变的开始 也是最值得赞美的时刻 我们总是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很多才会发生触及心灵的感悟 从而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想要改变的意愿 觉醒意味着重生和自我重塑 是对过去的深刻的反思和醒悟 量变到质变 实际上所谓的开悟就是一次次觉醒的积累 是觉醒到一定程度的彻底升华 开悟的人生是最极致的美好 也是生命最深刻的样子 只要我们有一颗向往美好和精进的心 无论是谁都可以最终达到开悟的状态 为了遇到一个更加美好的自我 深刻体验到生命的本真和生活的精髓 让我们一起加油 请相信我们都会迎来化简成蝶的光辉时刻 在这个人潮涌动的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在穿梭于茫茫人海之中 茫茫碌碌 忙于生计 忙于生活 忙着关于我们的一切 忙得焦头烂额 忙得不亦乐乎 正所谓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我们不得不忙 房子 车子 票子 孩子 还有我们的一大家子 这些都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地去获得 去付出 哪一样都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马虎和懈怠 然而 这就是人生 自古以来 即使生活环境 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生活的本质来说 一切都没有质的改变 一切也都在不断地重复着 人生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拿起和放下的过程 那些需要我们拿起来的 我们来不得半点推辞和退却 生活中的责任和担子 事业上的进取和开拓等等 这些都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去做好 去承担 我们必须充满勇气和力量 用我们的肩膀扛起属于我的那座山 能拿得起的人 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人 也是一个最值得敬佩的人 生活本就无处可逃 我们必须鼓起我们的全部勇气 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哪怕是狂风暴雨 哪怕是惊涛骇浪 除了勇敢地去面对 我们没有任何退却的理由 只有把它们都统统地拿起来 征服掉 我们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耀 人生之旅 曲折而绵长 让我们为那个勇于面对 不屈不挠地自己点赞 并心疼一秒钟吧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奋斗者都是最美的风景 每个拿得起来的人都是最棒的 因为我们从未退缩 即使是面对巍峨的高山 滔滔的江海 我们也从未真正地惧怕过 更为放弃攀登高峰和跨越大海的勇气 我们的人生 因为直面困难而伟大 更因为勇于克服艰难险阻 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然而人生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拿起 还有放下 拿起虽难 而放下更是不易 慢慢人生之路 需要拿起很多 需要放下的也不少 在我们的生命中 总有一些是我们不应该拿起的 但是我们却拿了起来 这些东西不但不会带给我们快乐和幸福 反而让我们陷入了很多的烦恼和麻烦之中 这时候 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会放下吗 放下很难 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哲学中 更多的是学会了索取 而不是放弃 放下是一种人生智慧 适时地学会放手 才能够不纠缠于错误的事情 不受限于过往的稚固 放下也同样地需要勇气 甚至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果敢 放下应该放下的 才能腾出手去 拿起那些更有意义 更值得拥有的美好 人生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一切关乎于心 人生的过程 或活得通透明白 或活得迷茫困惑 只不过都在这一拿异方之间 拿得起繁华似锦 也放得下焦头烂额 拿起应该拿的和必须拿的 放下应该放的和必须放的 然后我们必将会遇到更好的自己 也必将会拥抱到更美的世界 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之中 总是免不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 或多或少 或深或浅 关于人生的意义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地想明白 甚至有时候会陷入到 迷茫困惑 越想越心乱 越琢磨 越苦恼的状态之中 其实我们终究要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人生本无意义 或许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甚至是荒诞可笑 先别着急反驳 因为终有一天 你会发现人生不过如此 所谓的意义 其实也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人生本就是一场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我们生命中的一切 都是机缘和和下的一种现象的反应罢了 缘起缘灭 因果循环 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 网大的说 我们这个浩瀚的宇宙 也只不过是沧海一宿 也终会有幻灭的一天 更何况我们这样渺小的生命了 我们一生之中 所有的遇见和遭遇 包括所有的感情和感受 还有那些深深的执念和无穷的欲望 难道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或许你曾经认为的非常重要的人和事 到最后也只不过是一场经历而已 关于人生的所有意义 也只不过是我们人类自己富裕的而已 都带有自己的个人意志和感情色彩 人生要想活得自然洒脱 就要懂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不住于下 如如不动 其实当我们纠结于人生意义的时候 就已经陷入了执念 我们的生命就应该像水那样 看似毫无规则 却可以根据外在的环境 随时地改变自己 看似柔弱无力 却可以水滴石川 甚至冲破一切阻碍而勇往直前 说到底 我们的一生应该学会顺其自然 不陷入执念 不住于外向 更要懂得远离颠倒梦想 杜绝一切妄念 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生存于天地之间 做一个最最真实的自我 或许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 和生命最朴实的样子 与其苦苦追求人生的意义 不如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事来则应 去则不留 平平淡淡 真切朴实 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完成 我们这一世的修行 或许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人生最本来的意义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地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游游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 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人这一生 活得终究是一个心态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可谓千人千面 而每个人的心态 也是不一样的 这种差距 甚至有着云泥之差别 冰火之不同 同样处境的人 因为心态不一样 也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古往今来 有很多身陷艰难困苦的人 就是因为拥有良好的心态 才能把炼狱般的生活 活出一首励志的诗歌 比方说南非国父曼德拉 还有卧心尝胆的岳王勾剑等等 同时也有更多的人 因为糟糕的心态 把还算宁静安详的生活过 成了一地鸡毛 狼狈不堪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绝大多数人过高地估计了 物质和金钱 对于幸福的重要性 而大大忽略了心态 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一切由心而生 我们不妨看一下身边的人 真的是有很多朋友 吃着粗茶淡饭 干着枯燥劳累的工作 但是仍然活得潇洒自在 宜然自得 也有很多的朋友 吃着山珍海味 住着宽窄大院 开着豪车 拥着美女 但是仍然忧心忡忡 思绪凌乱 不得安宁 心态 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也左右着 我们对待生活的心情 绝大多数的人 是身陷痛苦和迷茫之中 而浑然不知 甚至更多的朋友 从来没有认真审视过 自己的心态 我们总习惯于对外寻出路 找办法 总觉得 是我们哪里做的 还不够好 心态 实际上很多时候 就是解决问题的那把钥匙 而它就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而已 差的心态和好的心态 都不是一天形成的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心态 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也许是和童年的经历有关 也许是和我们的性格有关 原因一定是多种多样的 但结果却是一个 所以我们无需抱怨什么 能认识到就是改变的开始 心态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它一定可以经过我们的调整 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要想改变心态 首先要改变的是观念 心态只不过是观念的外在表现形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有些是对的 但有些也是错的 恰恰是很多时候 我们所秉持的理念往往是错的 只是浑然不知罢了 太多人以为有了足够的财富就能快乐 也有的人认为达到足够高的地位就会开心 其实要想生活的幸福快乐 这些我们认为对的东西往往不会真正的让你幸福起来 即使得到了也只是短暂的高兴一会 然后就会因为更高的目标而重新紧张起来 知足常乐 把欲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 这种心态远远比那些财富地位等外在的东西 更能真正的让我们体会到那种满足的感觉 好的心态实在难得 而好的心态永远是自己给的 别人可以给我们物质上的施舍和精神上的鼓励 但是没有任何人能给得了我们良好的心态 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想通一些道理 最好是深刻的去悟 只有悟到才能悟到 也才能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 我们不妨停下手中的忙碌 换一个环境 让自己彻底地静下来 和自己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 好好地聊一聊 也许我们就能发现 我们一直做的和一直想的 是不是哪里有些不对劲 记住 发现错误永远是进行修正的第一步 调整心态亦是如此 拥有了好的心态 我们就有了把地狱活成天堂的力量 生活中的一切 只要我们用良好的心态去面对 就永远不会走到绝路 人生路上 即使面对七风冷雨和惊涛骇浪 我们也总能朝着太阳光的方向走去 因为美好的生活态度 一直会指引着我们朝着光明前进 哪怕很远很远 哪怕很长很长 我们也从不会真正地感到绝望 心态对了 我们就会是自己心中的王 于华在他的文成里说道 一切都在暗中标好了架码 当事人却一无所知 乍听此言 也许会觉得刺耳和残酷 这只能说明我们还很年轻 或者是阅历还不够丰富 当我们真正地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纠结 各种磨难和考验之后 再用我们那不再幼稚的心灵 透过层层迷雾 看透人生本质的时候 也许我们会突然领悟到这句看似冰冷残忍的话语背后 所隐含的深刻含义了 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一切发生在利益交换之中 或明显或隐喻 那些我们人生中所谓的事业 爱情 婚姻 友谊等等各个方面 只有我们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 才可以看到一个个标着架码的标签 当然 我们永远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存在着美好的感情 和超出世俗利益的情谊 也从来不怀疑别人的善意 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去想 往深处去挖掘 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之所以能拥有那些美好 其实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价值 需要和那些美好能对等起来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就一无是处 毫无价值的话 除了偶尔能获得别人一点怜悯之外 我们不会真正拥有任何美好的事物 世间的一切都是有价码的 价码的高低 因为它的价值而决定 在工作上你创造的价值越多 获得的酬劳就越多 在爱情和婚姻中 其实也是如此 你越优秀 越有价值 才能找到和你对等的同样优秀的另一半 朋友间的相处 大体上也是这样 除了共同的兴趣爱好 你对别人越有帮助 别人就越愿意和你接近 人生的所有美好 都不可能指望着别人的施舍和怜悯 只有当我们自己强大的时候 才会对别人 对财富等一切美好的东西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生活中的一切抱怨和不满 其实都源于自己的能力不够 当我们自己想要的很多 但是自己却很弱小的时候 是注定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的 想要贵重的东西 但是自己口袋里的钱 和人家标的价码相差悬殊 想追求心仪的人 但自己的人生价值 却和人家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 这种情况下 一切抱怨和自爱自怜 都是徒劳的 与其临渊献渝 不如退而结往 只有提升了自己的能力 增加了自己的魅力 让自己的人生争取能上一个台阶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看得更远 也才能更加接近我们心中 那份想要的美好 加油吧 要始终相信 我们每一个生命 都值得拥有这世间的一切美好 千万不要在骨子里 看扁了自己 看清了自己 我们一直在路上 那些人生的美好 即使现在还没有到来 那也只是因为 时机还没有成熟 我们要做的是 努力前行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价值 如此这般 总有属于我们的那份荣光 渐渐照进我们的人生 命运一词 经常挂到我们每个人的嘴边 而到底什么是命运呢 它是虚无缥缈地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之中 还是真的有迹可循呢 今天就让我们试着探究一下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命运 如果有的话 那到底什么是命运 以及如何改变命运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一命 二运 三风水 四级阴德 五读书 可见 人们已经早已自觉或不自觉 默认了命运的存在了 而且认为命和运 对于我们人生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所以把它们排在了 所有因素的前两名的位置 其实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大多是不相信有命运存在的 至少是抱着很大的怀疑态度的 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 才觉得 似乎冥冥之中 确实有那么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走向 我们总是慢慢地从怀疑到相信 对于命运的认知同样如此 伴随着岁月的洗礼和生活的摧残 我们慢慢地默认了命运的存在 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那巨大的力量 命 泛指我们先天的一切 包括出生的家庭 自带的性格脾气和天赋秉性 这些先天带来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 它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我们的上限和发展潜力 运 是指后天的际遇 所谓好运气和坏运气 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它不像命那样固定和肉眼可见 而是更加地琢磨不定 充满神秘感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有所谓的命运存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命运呢 当我们面对命的时候 可以信命 但不能完全地认命 如果认命了 像命运屈服了 那我们就相当于 战争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投降了 是的 也许我们的出身不够好 天赋不够高 但是谁说这样的命 就注定我们一事无成呢 即使老天给我们的不多 但是我们依然要去争一争 搏一搏 否则岂不是辜负了 我们这一世生而为人的修行 面对命 勇敢地点起脚尖 抬起双臂 让我们的人生达到应该到达的极限高度 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回应 面对所谓的运 更应该抱有开放的心态 因为运是可变的 我们的运气好坏 不取决于先天因素 而是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们的一言一行和心理状态 努力做一个善良而睿智的人 多付出一份努力 多争取一次尝试的机会 正确地看待成败得失 如此这般 一个人的运气就不会太差 一个时常遇到好运的人 也绝非偶然 其实是这个人的气质和品质 总是能够吸引到好运的到来 命难改 运可遇 说到底我们能不能遇到好运气 取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 命运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就好比一个人开车行驶在马路上 命就是你的车子 车子的好坏 性能的高低 我们决定不了 而运就好比是开车的人 人生的方向盘 是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向左还是向右 是快还是慢 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判断 现在看来 命运也不再是那么的神秘 和深不可测了 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以理性和智慧 看待所谓的命运 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在最大程度上 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人生 其实就是一个逐渐领悟实现觉醒的过程 我们的一生 总是需要不断地用心去感受和体会 同时更需要我们用智慧和心灵 去深刻地认知和思考 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实现真正的觉醒 和大彻大悟 那么这一生就算是没有白过白火 人的这一生 大概会经历几次重要的悟 谁能尽早地悟到其中的真谛和精髓 谁就能够最快地实现超脱和自在 从而获得一个真实自由和充实 而有意义的人生 人生第一悟 要学会认命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们只需要努力 得失自有天注定 无论曾经的我们是多么的年少轻狂 或者是多么的心高气傲 到最后我们终究要学会认命 我们的一生 其实自己真正能够把控 而又可以如愿的事情实在是太少太少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够努力 而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等各种因素的齐备 少了一点都不可能成事 尽人事而听天命 足矣 人生第二悟 学会接受 一切随缘 顺其自然 缘来不惧 缘去不留 人的一生 若是以一种接受的心态去面对 就会少了很多烦恼和困惑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活在因果和缘分之中 我们的一切经历 都是因果的循环和缘分的忌讳而已 很多时候 我们挣扎也好 执着也罢 到最后 也得去面对那些不得去面对的现实和真实 该承受的 我们一样 也少不了 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一定走 原来原去 人聚人散 谁也决定不了 谁也改变不了 人生第三悟 人生本是一场空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不能决定生死 也不能决定得失 甚至不能决定任何事情 赤条条来 赤条条走 我们最终获得了什么 实际上 人的一生说到底 就是一个感悟的过程 最后收获的 也只是一个沉甸甸的灵魂 和一个充实的内心 有何无 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舍何德之间 也没有根本的区别 任何事情都需要代价 一切获得 其实都有失去的成本 人生第四物 难得糊涂 糊涂难得 不聋不雅 不配当家 难得糊涂 人自清闲 一个人若是活得太过清醒 就会很累 水至清 则无鱼 人至茶 则无土 该糊涂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糊涂 该大条的时候 也要懂得大条 懂得糊涂 是一种智慧 也是一种境界 愿我们都能够 尽早实现自我觉悟 拥抱美丽人生 加油 共勉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到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 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 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人这一辈 不管你地位有多高 有多么富有 也总免不了在一些事情上 会感到身不由己 和无能为力 这是大自然和生活的铁律 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的任 也得服 人生 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和无能为力 正所谓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 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 也会无能为力 人生的每个阶段 其实都有身不由己 一辈子 能给予我们一段路程的陪伴和温暖 就已经很难得了 学业和事业 学业和事业也是如此 努力到无能为力就很不错了 只要尽力了就好 不能太计较结果 即使我们的人生 充满了太多的身不由己 和无能为力 但我们依然要努力前行 自我精进 生活就是这样 喜忧参半 有欢笑也有泪水 有欣慰也有惆怅 然而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虽然残酷 但仍然值得我们去热爱 去拥抱 面对身不由己的事情 我们不必要太过纠结 要懂得顺其自然 和顺势而为 而当我们感到 无能为力的时候 也要学会放手和停下来 有时候 与其在一个方向上 执拗地努力 还不如适当地改变一下思路 或许就会迎来 柳暗花明的时刻 人生 一定要懂得释怀 也要学会以坦然的心情 去面对失去和得不到 我们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既没有攀安之貌 也没有伯虎之财 所以这就注定了 我们的生命之中 会有更多的无奈和不如意 再说了 即便是历史上的大牛人 比如李白 杜甫 白居易等等 也不都曾怀才不遇 郁郁寡欢过吗 其实 所有的失去和得不到 都有其存在的道理 只不过很多时候 是我们自己太钻牛角尖儿了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很可怜 很悲惨 实际上在我们的周围 或者放眼于整个人类历史 比我们惨得多的人 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身不由己 但不能弄丢了自己 也可以无能为力 但不能不努力 人的一生 最美的样子 就是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不能太过勉强和委屈了自己 同时要学会随缘 看开 顺其自然 生命 不完全在于长短 更在于深度和内涵 而活出一份明白通透 和炼达锐智 就是人生最大的收获 最后 祝愿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 多收获一些美好 自由自在 随心随缘 人的一生 我们都在努力地追求着快乐 我们努力地工作 拼命地奋斗 除了实现自我价值以外 其实也是在追求快乐 那种成功了以后的充实感和价值感 也是一种快乐的形式 快乐 我们总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 也总在感叹快乐的来之不易 或之艰难 我们都太喜欢快乐的感觉了 甚至对这种感觉着迷 沉醉 所以 很多时候 人们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 显得有些急功近利 而且贪婪无比 总在心里想着 要怎么样才能获得快乐 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快乐 或者一直抱怨 为什么自己总是不快乐呢 快乐这种感觉 其实是有些虚无缥缈的 因为我们谁也没有看过 快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而快乐的形式 又是多种多样的 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别人未必觉得快乐 你心心念念的 要得到的快乐 或许别人早已经觉得麻木了 甚至是嗤之以鼻 快乐 从来不是具体的 某种事物的样子 它只是具体到 某一个人身上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 从来不是一个 一开始就要 针对的结果 而是在我们具体的 行为过程中 产生的附属品 只是 我们人类往往忽略了 事情的过程 而是只对 繁衍出来的这个快乐的结果 滋滋以求 不知疲倦 更是着迷于此 无法自拔 然而 我们不知道的是 当我们一心想要 得到快乐的时候 快乐往往会离我们越远 取而代之的 反而是急躁 慌乱 甚至是丧心病狂 均不见 在我们的周围 有太多的朋友 坚定地以为 只要有了足够的钱 就有了快乐 所以 为了获得钱财 不择手段 最终不但得不到 丝毫的快乐 反而一错再错 深陷牢狱之中 岂不可悲 要想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们就需要 踏踏实实地 过好每一天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劳动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在这个全情投入的过程中 快乐自然会慢慢地 向我们靠近 快乐 也从来不是那种 买彩票中大奖以后的狂喜 更不是赌徒在赌桌上 孤注一掷 然后翻盘后的疯狂 真正的快乐是温暖的 细柔的 更是细水长流 值得细细品味的 快乐 是从认真生活开始的 也必将贯穿于 我们每一天的用心体会 善于发现 和发自心底的 对生活的热爱之中的 快乐 从来不用我们刻意地去追 相反 你追得越迫切 越急躁 它反而会离你越来越远 这就好比你 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 太过强烈地想得到它 它反而会被你的 急功近利的追求所吓跑 快乐是我们自己吸引来的 也是我们自己通过努力的生活 才能够牢牢把握住的 愿每一位阅读到这篇文字的朋友 都能够生活在快乐之中 悠然甜静 而又优雅自在地 过完这宝贵的一生 人生之事 一看个人努力 二看缘分 所有的事情皆是如此 盖莫能外 一个人如果仅仅是 盯着自己所做的努力 而忽略了机缘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就会陷入一种过分的执着 甚至是钻入牛角尖 我们人类其实是非常渺小和脆弱的 即使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 作为一个人 在很多事情上 还是会感到力不从心 更不可能事事顺遂 称心如意 我们很多时候 都太高估了自己的努力 也太自以为是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 都不是靠单纯的努力 就可以得到的 太多的时候 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当我们面对 注定不会喜欢自己的异性时 与其做那些徒劳的努力和追求 还不如学会放手 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和幸福 而当我们面对自己 无论怎样努力 也做不好的事情时 也要懂得及时的改变方向 重新选择 我们要努力 但是千万不要陷入那种 除了自我感动 注定不会有结果的徒劳和挣扎之中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 和人生经验的积累 我们越来越发现 其实任何事情 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的完备 才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缺少一样都不行 人一定要懂得尽人事而听天命 与天命抗争 注定会一败涂地 甚至是头破血流 人总是越活越明白 越活越透彻 是生活本身教会了我们 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而尽力随缘 既是一种经历沧桑后的人生智慧 更是一种最睿智的处世哲学 什么事情该努力 要努力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选择变通 甚至放弃 这考验的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认知和判断 那些稀里糊涂度过 自己一生的人是悲哀的 对生命本身来说 也是一种损失 只有当一个人 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 知道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 也是自己能够得到的 他才能够最大可能地 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光彩 也更容易得到 真正的自由和快乐 我们经常说的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就从某种意义上 诠释了这个道理 人生之路 奋力前行 而一路上会遇到什么风景 要学会随缘积变 生活之中 要有那份既来之则安之 和随缘而安的淡定和坦然 只要努力过 尽力了就没有遗憾 也不要去做过多的假设和感慨 要知道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自有他的道理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受苦和纠结的 努力地活出自我 尽人是天命 也就足够了 祝愿每一位朋友 都能够活得明白 看得透彻 在人生的旅途中 收获满满的美好和幸运 小的时候 我们总感觉 生命很长很长 似乎总会有无数个明天 在等着我们 长大了才发现 其实我们的生命很短暂 而且人生中总是充满了无常 人生最长不过三万多天 而且这条道路上 什么年龄走的都有 正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 今天脱下鞋和袜 不知明天穿不穿 生命短暂 人生一老 有些道理 我们还是尽早明白的好 省得到最后 也是得糊里糊涂的 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也总是要明白一些东西 总得让自己的心灵 变得丰富一些 让自己有所感悟和进步 这样我们的一生 才算是没有白活 首先我们要明白 人的一生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意义 而我们经常所说的意义 也是我们人类自己赋予它的 人的一生说到底 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 是一个用心感受的过程 无论我们这一生 能够获得多少财富 达到多么高的地位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世俗的价值观 而一个人到底能够对生活 有什么样的感悟 自己的心理层面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的高度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相随 我们这一辈子享受的财富 拥有的名利 其实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人世间经历的一切 都是来净化我们的灵魂的 是来帮助我们开悟觉醒的 只是有的人被这个大千世界的各种诱惑所吸引 甚至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然后迷失了自己 我们经历的一切 遇到的所有人和事 都绝对不是偶然 我们的一生 其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进入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因果之中 世间的一切 都是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因此 无论我们当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请不要去抱怨 也不要陷入执念 要想改变自己的状况 就要从因果下手 而不是执着于眼前的景象 人这一辈子 要有敬畏之心 要懂得谦卑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都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被安排好的 我们只要懂得诸恶莫作 重善奉行 守护好自己的内心 然后尽力去生活就好 至于结果怎样 无需计较 不必执着 人生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而已 如果通过这几十年的生活 从而对生命 对人生有所感悟 这也就足够了 加油 共勉 作者简介 会心敬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